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快速发展 各个行业发展迅猛 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对汽车的需求 中国的国产车品牌也随之越来越壮大 有明确数据显示 买国产车的人越来越多 最近更是连警车都换回了国产车 最近旁周将警车全部换成了国产车 这一举动受到许多人的赞同 这是对国产车的极大肯定 当我们看到警车全是国产车的时候 总有一种国产车崛起的自豪感 同时证明了国产车的技术在不断上升 已经获得国家部门的认可 这辆极力警车摔几巴 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 看这辆全黑的传奇G58特警车 那个霸气无人能挡 不仅仅是中国 好多外国的警车也早已经换上中国产的汽车 中国产的奇瑞风云2 因为价格低廉技能稳定 顺受巴西警察的喜欢 国产车走出国门 争给国人长脸 国产车中德比亚迪 川奇 哈佛 吉利等都是非常好的品牌 在非洲 南美洲等地 有着不错的销量 外国警方频频采用国产车 也是对咱们国产车的认可 证明了国产车的质量和性能等方面 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 受到国际认可 小编觉得 中国的汽车现在已经慢慢发展起来 我们应该更多的支持国产的汽车 在汽车市场国产车相对比较便宜 技能配置也能满足日常需要 性价比相对又高 何乐而不为呢